那很多的臭粉呢在养化的时候用肥把握不住 说是肥料烧了根怎么办 首先呢你如果说一旦遇到了呢 就只能采取洗根换土的方式了 我之前老师给大家拍各种的那种洗根换土的视频 就是你把原来的土尽量的给它去掉 或者是用清水反复的多冲洗几遍 但是这种情况呢一般是不要出现的好 今天呢给大家讲讲如何让它不烧根比较好一点 首先呢我们大棚里面呢会用这种东西叫缓食肥 这个缓食肥呢说白了就是肥料 外面裹了一层这个树枝的包膜 它不会说是立马的把肥料释放出来 而是在温度和水分合适的时候缓慢的释放养分 这种的话我们就很难去烧花了 就很不容易烧花了 而且我们用量不会用的特别多 我们会掀气的时候放入一小部分 这些个呢维持它基础的生长就够了 不是说指着它能提供怎么怎么容力 这是基础的生长 你像我们如果说还需要食肥的时候呢 就需要来兑水去浇了 我们会让它欠着点量 就是基本上呢是以缓食肥为主 保证稍微有一点就可以了 让它饿不死 如果说我们需要的多的时候呢 才会用到这种叫水溶肥 它兑水之后就大家用到的什么东西呢 叫营养液 牛买两万臭包 所以说我们会在不够的时候加这种东西 浓度不会很高 最多就是五百倍 一般就是一千倍 就是每克肥料兑一千克的水 这样去浇或者是去喷 一般的时候就稍微用一点这个缓食肥 不用太多 给点就行 满足它死不了 满足它饿不死 明白了吗 这是我们的食肥技巧 为什么有的话说 老王一你卖的肥料那么贵 为什么不用复合肥 这就是个事了 复合肥说白了呢 水溶肥这种压成粒子的 它就是复合肥 它怎么着呢 它肥料含量高 它便宜对吧 但是它能够迅速地去释放养分 就会导致吃花 所以说我们不会采取这种的 因为我们养的花大多都比较贵 所以在农田里面你们可以理解一下 它可以用复合肥 因为它一大亩地六百多平 它就用个大几十斤 六七十斤那个样子 我记得以前那时候 我们两代的化肥上三亩地 就是平均就是一千平米吧 一百斤 懂我的意思吗 就是一千克 一千克的十个平米 所以说你到了每一盆里边 它用量很少 就是每一棵的植物的话 是不是一两个粒 明白了吗 所以说大田里面是非 你别看着带着多 其实它上的很薄 很少 明白了吧 所以花儿门也是 一旦烧根 只能反复地用清水冲洗 或者是洗根换土 尽量地用缓湿肥 少用一点 然后你该浇水的时候 你可以适当地对一点 那一千倍的这种水溶肥 你看着加就行了 这就是也是 老花一一直给大家说 底肥追肥 希望大家明白 觉得不错 记得点个关注 一篇关于肥料的一个事 分享给了大家 老花一会每天给大家分享 很多有用的羊花知识 我是老花一 羊花最长一 白了错吧 老花一会 老花一会 老花一会